当你的朋友 聊你说不出口的心事 这里是聊聊吧 欢迎回到聊聊吧 我是伊玛 在大家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结束花莲的打工换素生活 时间真的是过得飞快 好像才刚跟大家聊完环岛的旅行 然后才说我刚开始打工换素之后 我就离开了 对所以目前呢 我就是在进行我的环岛旅行 又在继续进行 那在打工换素的生活里面 就像环岛那一集讲的 我就是抱着一个体验 跟接受这里生活的一切开始的 那在刚来到花莲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礼拜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非常基于想要分享就是环岛旅行的这一切 然后到那边就开始的换素生活嘛 白天就是雇书店 招呼客人 在泡咖啡 这些事情之余 我就是和平时在家工作一样 就忙着自己的这些 接案的工作 还有创作的东西 然后在忙了一整天之后 晚上唯一不同的就是要陪这边的小朋友 写作业 在这几天之后 我就发现我整个人真的不行了 因为我的精神消耗状况真的是不减反增耶 大家想看看原本我可能在家工作完之后 其他时间就是耍废休息当一摊烂泥 但在这边就是工作一整天完之后 哇我还要跟小朋友一起写作业 真的是脑力耗尽 虽然不是我写 但是就是跟他们一起在写作业的时候 你也会有一种自己在动脑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就觉得那个礼拜 让我整个人就更累了 原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想要好好休息 结果在第一个礼拜 整个体验下来反而更早 就在我真的还不知道怎么跟这边的人 去沟通跟处理我自己现在那时候的状况的时候 就刚好遇上了周六 在第一个礼拜的周六 这边办了一场讲座 我说真的 当时是为了不想要顾电 所以决定去参加这一场活动 那在参加之前 我也不知道讲这是谁 然后内容是什么东西 我就直接参加了 这场讲座的内容是关于人生的生涯规划 那这个生涯规划的范围 其实就不单单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而是关于就是你整个人生的规划 从最普遍的这个职场到退休生活 甚至是一些感情问题之类的 都是可以做咨询的 那基本上真的就是人生的任何方面啦 但听下来也会发现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的类别 不过回到最根本 会发现这些东西 他要探讨的都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了解 到底有多少 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样子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大部分最后都是回归到这个部分来做探讨 那在刚刚听到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这个不就是我一直以来跟自己对话 然后在探寻的事情吗 我在这几年的过程里面 也是不断的在创造自己的答案 虽然就是走的也是跌跌撞撞 但是说真的我还是蛮满意 就是这几年的人生境遇啦 因为做了不是自己灵魂渴望的这些选择 也才能更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啊 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 这个讲师就给我们了一张 有很多人生价值观选项的表格 然后我们有两次的选择机会 第一次就是狂勾猛勾 你觉得你想要的都勾 那第二次就是从这些你勾的东西当中 去选六个 最后这六个还要排出它的顺序 我觉得我算是选蛮快的 就是对我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很直觉 是怎样就是怎样 就最直觉的感受 才是你最接近你内心真正 想要的这个样子 对我来说就通常只要犹豫了 我最浅层的那个意识 它就会开始作乱 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子被自己骗了 所以只要有一点点的犹豫 我都还是会选择第一时间 最直觉冒出来的那个决定 那在大家都选完之后 再来就是一个分享的时间 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就分享了 我的顺序呢是爱 然后创造 第三个是放松休息 第四个是生活平衡 第五个是赤子之心 最后一个是旅行 就这个排序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爱是所有事情的根本 是所有一切的根源 然后也是我们不断的想要去创造的一个原因 因为热爱某一些事情 因为对某一些事情 有所认同 有所喜爱 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创造 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生活最根本的一个信念 会把放松休息放在第三个 其实是因为我对于现在自己这个阶段的过程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是我需要花一些心力来觉察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三个 提醒我自己要记得休息这一件事情 那记得休息之后 获得足够的转换 其实生活就可以达到它的平衡 也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 没有压力的去探索这个世界 就基本上我的排序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讲的 那在我分享完之后 其他人其实就是会给我一些回馈啊 听完我的想法之后 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我讲 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 因为就有提到像前面讲说 我在练习放松这一件事情嘛 所以当时就有一位伙伴就跟我说 其实你应该先回到爱自己这一件事情 才有能力去创造 也才真的可以休息到 也才可以真的去获得某一种转换 就听他讲完之后 我真的是突然被点醒耶 然后就有一个想法冒出来就是 我之所以没有放松到 是因为我一直在努力的练习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就跟爱一样啊 它是我原来就有的一个 本能跟我原来就应该是的样子 我不应该是练习这一件事情 或是尝试去做这一件事情 而是回到最根本的地方 回到最自己的那个层面 去看看我现在 不论是我的心理或是我的身体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很很头脑的 就是依照头脑的想法去安排自己的休息 所以我真的蛮感谢就是 当时那一位伙伴说出这一段话 算是提醒了我 我现在需要的 其实不是努力去练习 休息这一件事情 而是先停下来 全然的回到我自己身上 可能就是好好的看看自己 然后听听自己身体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可能想躺着就躺着啊 那想出去走走就出去晃晃 先把我想要做分享的这个新鲜 摆比在后面一点 因为我真的累坏了 因为我真的太累了 所以先放后面一点也无妨吧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时间 那就先放着 然后在空闲的时候 我就是好好的发呆 有时候就是出去散步 或是坐在那边吹风 其实书店非常的舒服 很适合坐着放空 然后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才回头去看之前的休息 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会觉得之前的休息 根本就不是休息啊 就不是真正的停下来 反而都只是把专注往别的事情上面转而已 我还是一直的在做事情 一直的在运转 就没有那种真的静下来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停下来 其他东西才会进来 那时候也回想到 难怪我第一个礼拜会这么的累 好啦 一切都算是找到了一个 他的方向吗 或是说他的原因 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本想要偷懒 结果意外的获得一些很好的收获 也让我接下来的剩下这两个礼拜 过的真的是比第一周好太多了 有调整还是有差啦 就是非常感谢这一切的奇妙安排啦 那在我分享完我自己的排序之后 其实我就开始偷看 那大家写了一些什么啊 但我没有看得很仔细 就是稍微瞄个鸡也瞄个鸡也 就在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排序的时候 对 我就是偷瞄了一些人的内容 然后就发现到 其实蛮多人去选择 有趣的人生的这个选项耶 这一个选项我在第一次的时候 其实是有选的 但是到第二次只剩六个选择的时候 就觉得有趣的人生 并不是我首要想要的事情 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已经在时间了 而且对我来说 有趣的人生也包含在我选的 主要的这些选择当中 但后来想想 有趣的人生曾经一直是我想要的一件事情耶 就如果在我大学毕业之前的任何阶段让我选 我觉得我一定会去选这个选项 因为对那些时期的我来说 生活真的是无聊耶 这个无聊 我觉得是因为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对我来说 我会一直有一个想法 觉得我想要有趣的人生这件事 因为对于那个时候的我 我其实是不够勇敢的去选择我真正想要的 我就只能透过这个想象来望眉直渴 但是就像前面讲的 我之所以满满意现在的这些境遇啊 遇到这些状况 就是因为我终于不再只是想象了 我已经活在这个想象里面了 好 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 回到有趣的人生这件事情 虽然说关于有趣的人生 对大家来说定义都不一样 我就是一个比较疯狂一点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 这种充满未知跟挑战的人生 可以不断去创造生活 然后创造自己的故事 就是这样子的人生才是有趣的人生 但是面对这样的生活跟改变 其实对大家想象也知道嘛 就是一趟存在非常多不稳定因素的旅程 那这也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的原因 很多人之所以会坐那个 坐在室内看着窗外别人的冒险的人 就是因为不稳定嘛这件事情 那关于这个不稳定的一些恐惧害怕的一些未知的东西 我们在又在推之前的集数 我们在伊萨卡岛里面也是有非常详细的去聊到这个过程跟这一件事情 那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听一下 如果你刚好就是卡在那个点 刚好就是坐在窗边看着别人 冒险的那一个人 你有想要创造自己的故事 欢迎去听一下那一集啦 好 回来回来 每次都讲讲自己跑掉 总之就是有很多人卡在这一步嘛 所以心中这个渴望就是慢了下来 那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也就停在了这边 因为我发现 有趣的人生跟安安稳稳的过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那么一点冲突 那个当下我就非常直觉问了那一天 我在写稿的这一天 刚好来到这边要换宿 开始他换宿生活的书店店长Ivy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有趣的人生是什么 对你来说什么是有趣的人生长 虽然就是才第一天认识 但其实透过聊天就可以感觉 Ivy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啦 我在想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直觉的去问他这个问题吧 而且他也真的给了我一个蛮好的答案 也是我没有想到 或是说还没有突破的这个答案 他就跟我说 他觉得有趣的人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非常直接的 拿自己的人生去冲撞 然后从这个生活的每一天里面 去创造自己的故事 对这就是我 就比较像是我这种类型的人 会去进行的路线 对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虽然过得很频繁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他会踏出舒适圈 他会选择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就是在工作之余 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但其实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有一点不懂 就是我不懂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尤其是那个平凡 但是会踏出舒适圈 光是会踏出舒适圈 就不平凡了吧 对我那时候是这样想 其实Ivy她那时候讲的时候 她就只有短短讲到说 有些人就是过得很平凡 但是她会踏出舒适圈 她其实就短短就只讲这样 就没有像我前面就讲那么长 我想说就是可以让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先理解这件事情 然后我再提出我的疑问 对那时候我就提出了 跟她提出的这个疑问 就是我有点不懂 什么是虽然平凡 但是会踏出舒适圈这个意思 然后Ivy就直接举例给我听 她就跟我说 就像有一些人 她就是很平凡 但她会向往有趣的人生嘛 然后是有故事的那一种 那样的像我 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 就是看着窗外 别人的这个冒险 别人的人生故事 但是自己就是没有勇气 跨出那一步 跨出自己的圈圈 去做这一件事情 可是有一些人 她就是有跨出去的那一种 就像她说她有朋友是护理士 但是她就很常 就是自己背着背包 就到处去旅行 就是休假时间 她就去旅行 然后也因此就这样 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家 然后Ivy讲的另外一个例子是 她在国外有遇到 有一个人 她就是也一样 有一个正直的工作 但是在一段时间 她就会利用自己的长驾 骑着自己的竹子座的脚踏车 然后载着露营的装备 展开她的环球旅行 她是很有计划 在进行这个环球旅行的部分 然后Ivy就讲出了一个词 她就说 她算是一个冷静的疯子 就听完她举例 我真的是很喜欢 冷静的疯子这个词 因为要说的话 我真的觉得 我就是一个纯粹的疯子 我想要做 我就会直接去做 这件事情的那一种 环球旅行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大家去听一下上一集 说有多荒唐 就有多荒唐的那一种 真的是 总之 我觉得很棒的是 因为在听Ivy讲完之前 我真的没有想过 就其实一个人是可以活在 符合社会价值规范之下 然后还可以去这样子 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单纯的疯子 所以对我来说 我要嘛就是 全部下去啊 我直接全部 就像堵住一样 我直接压下去 全压的那种概念 但有一些人他就是 慢慢的慢慢的去 完成这一件事情 那其实后来就是在跟Ivy 聊到最后 我们也有讲到说 就有一些工作 虽然是安安稳稳的 对 有稳定的薪水啊 这样子 但其实说真的 那一些工作的内容 一点也不安稳 安稳的就是 那一个薪水而已 就那一份薪水而已 然后Ivy就跟我分享了很多 她之前在医院工作 遇到这些荒谬的事情 毕竟医院嘛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病人 然后有 曾经有遇过 不知道她怎么爬 但是就爬到天花板上的 那种病人 就也有遇过 会玩自己排泄物的病人 然后也有不小心 把她打伤的病人 听她讲 就会觉得这份工作 其实蛮危险的耶 就是那些事情 虽然在她现在将来 云淡风轻嘛 因为就过了啊 可能就也就过了 所以就是在现在讲起来 就会是很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一种方式去描述这些故事 但那时候我相信 在遇到那个当下 心里面一定就只会觉得 很干而已吧 就觉得天哪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受这种罪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可能在那个当下也 感觉不出这些事情哪里有趣吧 但其实我跟Ivy聊到这边 就发现到 就不管我们活的是前面提到的 这两种 哪一种类型的人生 哪一种类型的路线 其实最后都会发现到 很多时候人生的有趣 其实是建立在各式各样 荒唐 无聊 甚至是很蠢的事情上面 但是很多时候 就像Ivy遇到的那些事情 我说真的 如果是我在当下遇到 我也感觉不出来 这到底哪里有趣了 但如果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情节 出现在一些 可能喜剧的漫画 可能喜剧的电影里面 它可能会被当成 某一种搞笑的桥段 或是有趣的样子 去分享出来 去呈现出来 但当我们自己 在那个状况下面 遇到这种情况 说其实就被那种 情绪的乌云笼罩了 所以就会觉得 天哪这种事情 只能说是鸟事吧 到底哪里有趣了 甚至可能就是他们的日常啊 甚至就是他们每天每天 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 其实说真的 人生就像是一篇 大型的流水帐 然后流水帐的精华 其实就是在于 无聊当有趣啊 大家都有写过流水帐吧 或是说你在写日记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 这样子 平铺直竖的去记录 我们这一些日常 甚至我们会日记写一写 就不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根本没什么好分享的 但真的认真去思考的话 其实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出现的人事物 对我来说我觉得 都是一项给我们的讯息 有时候可能就很缥缈 缥缈的就像一阵风一样 就这样吹过来 我们还没意识到 这阵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它就不见了 它就迎来下一阵风 那有时候有些讯息 它是被层层包裹的 就是像洋葱的概念 我们需要 一层一层的拨开 这个讯息的这个概念 对 那需要排除一些障碍 我们才可以看到 为什么需要这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到底好在哪里 到底有趣在哪里 其实都是到了最后 才可以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甚至就是经历了 才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当我们都知道 会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就是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会发现到 好啦就这样啦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有它的意义 也是有它好玩的地方啦 如果你到最后都会是 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们不在过程里面 就好好的去体验这一切 就虽然可能那个过程 有一点点不舒服 有一点点 还是有它痛苦的地方 但是 其实就带着 有趣的心态吧 就带着 更开放一点的心态 更觉得 其实不需要那么严肃的心态 去面对这些事情吧 就像我在环岛遇到的 一些擦撞事故啊 其实那一件事情 我想想 如果是以前的 我一定会觉得很 很阿咋 然后就觉得 天啊 环岛第一天出这种事情 也太衰了吧 或者是也太鸟了吧 到底是怎样 就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抱怨 但是 现在就比较不会把 自己的焦点 聚焦在那一些 可能 要等很久啊 就是一些不好的点上 反而就是放在 这是一件 我没有发生过 没有体验过的事情 那我就是 好好的去 感受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也有我觉得 很无聊的时候 也有我觉得 很 很烦的时候 但 对啊 但其实它都是 有趣的一部分啊 所以最后就会发现到 有趣的人生 这一件事情 甚至就单纯论 有趣这一件事 它并不是那种 时时刻刻 就是 我们好像都在看烟火一样 每一刻都是非常 灿烂 非常美好 或是说充满惊喜的 就你想想 烟火如果放得太久 你看了很久 也会觉得 那些很 很惊喜 很美好的瞬间 也看起来都还好啊 就跟前面一样啊 对啊 你就不会觉得再有趣啦 那其实 再怎么精彩的人生 也是因为有各种 平淡的铺陈跟累积 某一些瞬间吧 某一些时刻 它才会有那么 精彩的点出现 就像 走到了一个 高点的一个感觉 因为有低点 你才会觉得 高点是高点啊 对啊 它都是需要一些 对比吧 需要一些累积啦 有时候其实深入的 去看这些 被我们认为是 平淡的时刻 真的也会发现到 这些平淡的滋味 就也发现这些平淡 还是有它的味道的 就算很清淡 但是也不代表 它没有加盐巴的 这种概念 我们真的有时候 只是需要 多一点的耐心 去好好地品尝 可能能让这一口东西 在嘴巴里面 停留久一点 你才会发现到 啊 原来它是需要一点点 时间去感受的啦 所以其实 回过头来讲 很多时候并不是说 这个世界 不有趣 只是我们 很少 有机会去 好好地发现 这些有趣而已 好啦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想要把 冷静的疯子 这一句话 送给那一些 你在生活中 还没有办法 勇敢 突破的人 其实有些事情 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的难 就只有你想不想 去完成而已 对我来说 一直也都是这个样子 当你想要完成的 这个 心念 越大 你再怎么样 真的都有办法 去做啦 很多的顾虑 我直接说 白一点 我觉得 都是我们自己 在为 自己 找借口 但如果你现在 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不要 去 觉得好像很不好 还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 有一些人 他可能真的需要 一些时间去 理解自己的 这些点 这些问题嘛 或是这些担忧之类的 只是有时候 我们都会在 面对内心 恨直觉的渴望的时候 却步了 去因为这些担忧 而停止 往前 跨出 很关键的那一步 所以如果你 正好卡在 这一个点上的话 我真的觉得 可以去 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会不会 只是在 为自己 找借口而已 就送给 还在 理解自己的 大家啦 其实就是 当做一个 时刻的提醒 因为我自己也是 很常这样子 提醒我自己 当我在做 任何决定的时候 我也都会 这样子去 反问我自己 说 我现在是不是 因为我害怕 或是因为 我有一些 顾虑 所以我在 为自己找借口 而不去做这一件 我内心非常直觉 想要做这一件事 总之 每次这样提醒自己 就是让自己 保持那个觉察 然后不要错过 自己所有的机会 对我来说 是这样啦 那就也把这一句话 送给大家 好 那今天节目 就到这边 结束了 喜欢今天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你 所有的亲朋好友 或是正在思考 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太无聊 或是想要 有一个 有趣的人生的人 也可以点击 下方的资讯栏 赞助我一杯咖啡 让我的创作 展翅高飞 也不要忘记 追踪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看更多的日常 分享图文创作 以及节目的 第一首消息啦 我是一马 聊聊吧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